日本半导体真是被美国高垮的吗 首先这个岛屿国家的半导体产业在全球的地位确实是不复当年 2021年全球半导体产业营收最高的十家公司 没有一家来自日本 倒是有六家来自美国 根据日本经济产业省的图表数据 2019年日本在全球半导体市场的占有率是10% 虽然并不算低 但30多年前 1988年这个数字是惊人的50.3% 从50%下跨到如今的10% 广泛流传的一个故事 是美国的贸易制裁 打得日本半导体再也直不起腰 可这段影响深远的产业变迁 真的只是一个大国欺负小国的烂俗故事吗 大朋友们请坐 好看的小小弟小小妹也请坐 我是林一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日本半导体起落背后 日美之间鲜为人知的爱恨纠葛 恩怨情仇 位居手机电脑 这些电子设备核心位置的半导体芯片 它的起源毋庸置疑是美国的贝尔实验室 1947年12月 贝尔实验室的三位工程师 组装了历史上第一个使用半导体材料的 经济管原型装置 虽然尺寸也不小 但未来它将替代掉臃肿低效率的真空管 让计算设备走上一条不断小型化的道路 成为人类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职能终端 当然就像刚说到的 最初的经济管尺寸 也并没有小到后来那么夸张 而且刚发明出来的经济管 使用的是Germanium 褶这种材料 它的热稳定性和成本都不如后来的硅那么好 很难做成大规模消费品 商业潜力并不大 再加上贝尔实验室的母公司AT&T 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在50年代初正在接受反垄断调查 很难再搞技术独占 所以在1951年底 经济管专利就开始以授权费的形式对外开放 交25000美元 就能获得经济管的技术信息和生产许可 1952年4月 AT&T还专门为付了授权费的买家 办了一场技术分享会 请他们来美国学习技术 参观工厂 在来的40家企业里 由一家来自日本东京的小公司 叫做东京通信工业诸事会社 简称东通工 虽然名字起的挺大 但这家公司很小 小到它本来都没有资格出现在这个技术分享会上 作为二战战败国 对全世界造成破坏 也打烂了自己的日本 在战后 对溃拔的外汇进行了严格的管制 花25000美元买许可证这种事 要经过当时的日本通商产业省 也就是通产省的批准 于是跟东芝 日立 三菱电机 这一众要买半导体生产许可的大型企业一笔 只有一家小厂子的东通工的申请 自然就被通商省拒绝了 理由就是认为它的能力根本不够 结果东通工来了一出日本经典节目 下课上 在没拿到通商省批准的情况下 就去和AT&T旗下的设备生产企业 Western Electric 西部电器公司 签了临时合约 可是这出下课上 眼砸了 通商省的官员 对东通工的冒犯行为非常不满 坚决不给批准 东通工的半导体生产临时合约也就没办法生效 但运气来了 1953年底 通商省负责电子产业的领导换人了 许可这事也就有了转机 再后来东通工利用半导体经典管 成功造出来了小型化的收音机TR55 这之前的真空管收音机 大多是摆在桌上的大电器 而TR55就一只手那么大 虽然宛于德州仪器Regency TRE 但TR55价格更亲民 而且TRE只是德州仪器为了推广经典管的炫技之作 TR55则是被东通工定位成了 大规模消费品 成功打开了便携收音机这个新市场 接下来东通工又陆续推出了尺寸更小 音质更棒的晶体管收音机 在全世界范围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 1957年推出的TR610 在60年在全球卖出了50万台 所有东芝日利这些老牌日本企业 也纷纷进入东通工开辟的这个消费电子市场 到1962年 日本企业卖到美国的晶体管收音机 超过1052万台 10年前美国电话电报公司 25000美元卖到日本的晶体管专利许可 让东通工这些日本工厂 一年就赚回去了7750万美元 这还只是收音机这一项 而这短短的一个起源小故事 正是今天要讲的整段 日美半导体产业史的一个完美缩影 前面这家下课上失败 但运气不错赶上领导换人 最终靠美国晶体管技术授权 斩获成功的东通工 后来为了方便海外消费者记忆和理解 在1958年换了个大家今天都非常熟悉的名字 这家公司就是鼎鼎大名的索尼 索尼创始人之一 当年决定让东通工投入晶体管技术的景深大 曾经解释过为什么要选择这个方向 早期半导体晶体管生产难度大 即使在技术发源地美国 两品绿液只有5% 生产成本相当高 所以晶体管在美国被发明出来之后 主要用于军队国防这种不需要考虑成本的领域 可景深大认为 这正是东通工的积蓄所在 因为日本企业擅长的正是产线优化 流程管理 提高两品率 降低生产成本 事实证明 景深大对本土企业的判断是准确的 而这句话也点出了很长一段时间里 日美两国半导体产业的关系 美国搞定技术 日本搞定生产 美国实验室苦心憋出一个技术突破 可以通过专利授权和咨询服务的形式 长期悠闲地享用知识产权成果 美国企业因为技术领先 也可以在高成本 但是利润更高的尖端市场依然自得 而日本这边 虽然跟在美国技术后面 只能赚一线生产的辛苦钱 服务的也是利润空间有限的大众消费市场 但因为量大 产线优化得好 成本压得低 专闹的总数反而要高得多 可是日本给美国打配合的好日子 也没持续多久 原因也不是什么勾心斗角 就是很客观的技术演技规规律 60年代开始 美国逐渐进入了半导体技术爆炸式发展的阶段 这时候一直跟在后面 基础研究实力不如美国的日本 自然就开始连跟着学都学不过来了 1958年 德州仪器的Jack Quby发明了集成电路 前面说半导体晶体管的意义 就是缩小了电子设备的尺寸 集成电路把原本由金属导线组成的电路结构 直接刻在一块半导体板上 再次让电路尺寸缩小了一个数量级 仅近日一年之后 Birchild先同半导体公司的Robert Noyes 又发明了Monolithic IC 单片集成电路 这次不光是连接电路 连轻体管这类元器件也能直接坐进板子里 提前把板子设计好 功能完整的电子芯片 就能像复印文件一样 大批量复制生产出来 又过了仅仅一年 1960年 Robert Noyes成功在稳定性更好的silicon 硅材料 也叫C上实现了自己的设计 仅近日1961年 仙同半导体结合公司科研人员 在59年发明的平面工艺 第一次完成了这种硅芯片的大规模生产 推出了人类历史上第一款 结构虽然简单 但是商品化 批量化了的集成电路 μL914 这一系列技术突破 都是引年甚至越为单位 这就叫技术爆炸 短短几年的时间 美国的半导体技术 就领先了日本几代以上 硅材料稳定性更高 集成电路可以快速大批量生产 跟这个一比 苦苦优化经济管生产销流的日本企业 就算把每个产线工人 都培养上电路先人 也还是远远做不到 美国同行的产业水平和产品质量 在绝对的技术代差面前 组织形式产线油化 都是没有任何意义的 就像游木骑兵 再怎么排兵不振 面对坦克军团的钢铁洪流 也不可能有一丝胜算 在日本企业 还在用晶体管做收音机的时候 美国企业 已经开始用集成电路芯片 制造导弹和航天飞船 在1964年 Robert Knowles写的一篇分析文章里 他预估这一年95%的芯片 都会被用到军工航天上 这里面最著名的 就是阿波罗登月项目 每艘宇宙飞船的导航计算机 都要用上5000块集成芯片 这些高精尖项目 推动了芯片生产技术的进一步成熟 到登月飞船的计算机 正式开始生产的时候 集成芯片的价格 已经从每块1000美元 下降到了二三十美元一块 进入民用消费市场的条件 逐渐成熟 照理说接下来的剧情 就应该是降维打击 日本的一家家电子厂接连爆破 可剧情180度反转 本该被集成电路技术 打得落花流水的晶体管先人们 反倒在全球半导体市场再下一程 原因就是亚洲国家普遍具备的优势 大型市场和更低的人力成本 这让日本在技术代差面前 依然占据着话语权 甚至很大 比如1962年 前面提到的Robert Noyes 代表先通半导体公司 去和日本通产省谈判 几乎是求着日本企业 买自己的集成电路专利 就是为了能在日本建厂偷善 在1963年达成的协议里 先通半导体公司的日本工厂 必须和NEC日本电器合资 在日本范围内的集成电路专利权 包括专利授权费 也要完全由日本电器公司享有 就这样还不算完 不同于大家印象中 那个一直被美国贸易政策 打压的形象 1966年4月 日本实际上出台过一项半导体禁令 禁止所有原件数量 超过34个的集成电路芯片 进入日本市场 要说半导体贸易保护 这才是先动手的 用日本人口的消费力和生产力 做筹码 一系列专利授权和保护政策 让日本的半导体产业不降反升 在经济管时代的收缘机和电视之后 日本企业又给集成电路 找到了一个规模够大的消费市场 电子计算器 到了1970年前后 日本卡西欧牌计算器 在美国的市场占有率高达80% 而美对日的电子产品出口 除了核心技术元件以外 一路狂跌 贸易逆差越来越高 1972年 终于意识到情况不对的美国 对日本展开了计算器倾销调查 拒绝为日本继续提供集成电路芯片 而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的霸道风格 也同样显现了出来 日本想要芯片专利 要用人力来换 搞贸易保护 也是出一个产品禁令 守一下国内市场的一亩三分地 海外能拿下多少份额 都是靠企业自己想办法在竞争中取胜 这是标准的商道 美国的霸道不一样 除了芯片出口禁令这种贸易政策之外 为了保证对日出口体量能继续维持 美国用冲绳回归作为条件 要求日本开放国内电子市场 直接用军力换取市场份额 日本签下这份不平等条约 国内媒体对此非常敏感 甚至将其比作曾经敲开国门的黑船事件 日企同样感到屈辱 日本学者居士诚回忆到 日本生产越多 付给美国的专利费就越多 只要大量资金在手 引领时代推出新技术和新设备的 仍会是美国 更现实的问题在于 没了先进半导体芯片 日企只能生产一些低端产品 都爱出口量 接连腰斩 不过两年时间 在美计算器市场占有率暴跌 仅剩下27% 被淘汰只是时间问题 在自由市场的时代 日本半导体并没有因为技术落后而消亡 但美国的政治力量一下场 日本的一家家电子厂 真就命悬一线了 可危急关头的背水一战 也常常会有奇效 在政府出导下 日本推出了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 由通产省组织日立 日本电器 三菱 富士通和东芝五家公司 整合日本 官 产 学 半导体资源 统筹企业并齐壁垒 协作公关半导体研发技术 1976年起 这项计划 共计投入了737亿日元 其中政府补贴 就高达291亿日元 在九州岛上 一座座半导体芯片制造工厂 拔地而起 从研发到投产 效率其高 这项计划 专注于两个目标 研发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的生产设备 和寻找优质的半导体材料 采与计划的企业协调一致 原本名声暗斗的各家团队 资源共享各然所长 内部生产线 以近似赛马的模式 你追我赶 计划实施仅仅四年 就卷出了上千项专利 最终在DRAM内存芯片上开花结果 在当年的日本 一家公司就能同时进行 16K、64K和256K 三条生产线并行的 存储芯片制造 1980年 日本出口芯片总量 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 到了80年代中期 日本半导体产业 不仅实现了 超大规模集成电路计划 到了全球顶尖水平 世界前三 分别为日本电器、东芝 和日丽三家日企占据 1980年3月 在华盛顿的一场 半导体研讨会上 惠普公司的一位主管 给出了一个 震惊美国产业界的事实 尽管内存芯片的 发明地是美国 但相比起美国工厂 日本生产的16K内存芯片 质量更高 也更耐用 更符合惠普的要求 而价格却并不高 所以惠普不得不大量 使用来自日本的内存芯片 从1978年到1986年 美国在全球DRAM 内存芯片的市场份额 从70% 报奖到20% 而日本企业的占比 则从不到30% 跃升至接近80% 实际上不只是内存芯片 日本芯片的物美价廉 让整个美国半导体产业 都感受到了压力 在纽约时报 1981年的一篇报道中 有投资银行预测 AMD 英特尔 摩托罗拉 国家半导体 德州仪器 这五家半导体领头企业 在这一年的平均利润下滑 会超过67% 从英特尔 1981年的年报上 也可以看到 这一年英特尔的总营收 下降了7.7% 看起来好像不算很惨 可实际上扣掉成本之后的净利润 下降了超过70% 到了1985年 情况依然没有好转 对英特尔来说 这一年诞生了引领 一整个PC时代的 32V386V处理器 要不是因为这件事 这一年英特尔恨不得 整个从历史上抹掉 裁员900人 关闭两座工厂 退出DRAM内存芯片市场 坏消息一个接一个 可接下来 更让美国半导体产业界震惊的 则是1986年 日本富士通公司 宣布要收购 先通半导体公司 80%的股份 前面提到 先通半导体公司 是集成电路芯片的 发源地之一 实际上美国 绝大部分半导体产业高管 都曾是先通公司的员工 因此这家公司 也被称作是硅谷摇篮 从60年代初 芯片技术爆发 美国和日本半导体企业 暧昧不清20多年 结果稀里糊涂 混到家都要被人给偷了 准确来讲 1979年 先通公司 就被卖给了 法国石油企业 四轮被卸 可法国人不怎么搞半导体 日本企业 则是芯片领域的 直接竞争对手 所以法国人 行 日本人 不行 即使因为专利权逐渐到期 这则收购案的伤害性不大 但这事的侮辱性太强了 而且除了这种象征性的事件 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领先 也确实对美国构成了实际的威胁 当年那本著名的 《日本可以说不》 就写道 只有日本企业 才具备大批量高质量生产 赵比特半导体的能力 不使用日本生产的 新一代半导体芯片 美国的核武器 就无法精确瞄准 如果日本电脑芯片 卖给苏联而不是美国 全球军事力量的平衡 就会被彻底改写 这段话虽然有些夸张 但也不是完全没有道理 离开日本企业 美国还不至于说 连导弹制造都成问题 但庞大的电子产业 确实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 在国内很难找到 具备相同生产能力的工厂 感受到威胁的美国 再次诉诸贸易政策 1985年6月 美国半导体制造商 美光公司 发起了针对日本64K DRAM内存芯片的 反倾销诉讼 9月 英特尔 AMD 国家半导体 也提起了类似的诉讼 到12月 响应企业的行动 美国商务部 罕见的自己带头发起了 针对256K和未来几代DRAM内存芯片的 反倾销诉讼 1986年 日美半导体协定签署 日本企业需要接受 美国的出口价格监控 和反倾销监督 不过这项政策的效果并不明显 甚至出口限制导致的高价 反而让日本企业获得了更高的利润 商道受效甚微 于是美国再次实行起了霸道 1987年 美国根据半导体协定内容 对日本实施制裁 理由是日本在其他国家和地区 存在倾销 对美国市场造成了影响 虽然日本强调并无违约行为 并用数据证明 日本在别国市占率也在持续下降 但美国并不在意 日本到底吃了几碗粉 在4月宣布对价值3亿美元的 日本进口半导体产品 加收100%的惩罚性关税 这一举釜底抽薪 将日本半导体产业上下游产品 小到磁盘电子表 大到商业卫星都牵连其中 在此之前 1985年9月 日本刚刚和美国签署了 大家都知道的广场协议 市场是美元相对于日元贬值 促进美国出口 结果导致了日元无序升值 使得日本国内经济泡沫 随着房地产经济坍塌 而最终破灭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 日本半导体遭受重创 此后很长一段时间里 只能自顾不暇地修复资产负债表 再也拿不出资源 来跟上日新月异的技术进步 而在此期间 全球电子市场 再次迎来了新的技术变革 走向了高性能中央处理器时代 个人电脑市场蓬勃发展 而在这个关键时间点掉堆的日本 虽然依然在存储半导体制造 和半导体材料几个领域占据着优势 但却再也无法夺回曾经的市场地位了 回顾这段历史 归根结底 还是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 而同样是技术 也分轻重前后 产现优化 人员管理固然重要 但真正创造价值 不受外界影响的还是技术研究 日本的生产能力在强 抢不走美国的半导体芯片创新能力 美国的制裁力度再大 也撼动不了日本在存储和半导体生产设备领域的地位 基础研究就是第一生产力中的第一生产力 行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了 如果你觉得这个视频还不错 欢迎点赞支持 也欢迎在评论区留下你的看法 我是林一 咱们还是下个视频见